有个问题啊,中日足球的差距到底有多大? 是他们力压强敌反外围胜2比1拿下热曼战车 和咱们运筹帷幄绝败千里5比7输给业余线大队的差距吗? 是他们小个子前锋前眼拖模扛住86公斤的施洛特贝克 零角度暴射得手和咱们1米86的傻大哥 面对平均身高倒数低的越南后卫束手无策的差距吗? 还是他们打进了7次世界杯面对强敌从不腿软 赢球之后从不懈怠和咱们谢天谢地谢广坤 进一次世界杯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然后一球不进还舔着个大脸 输球之后还拿着球衣紧追对手换球衣的差距吗? 是28年前职业球赛几乎同时起步 现在他们国家队26名球员有20名在欧洲顶级联赛踢球 咱们一个都没有的差距吗? 到底应该说不是我们太无能而是对手太狡猾呢? 还是应该说承认别人的优秀才能让自己进步呢? 咱们最擅长的不就是杨维忠用拿来主意试以长计以致疑吗? 怎么山寨个足球他就不管用了呢? 难道真的是全世界都知道他们足球进步大 但并不影响咱们退步吗? 是球的事呢?还是人的事呢? 您说这人连个球都管不好 那他还管个球啊 今晚另一个邻居也要出场了 还会是四两拨千斤以弱胜强啪啪打脸吗? 您觉得呢? 我是定通波 下回咱们接着说